安家中的最元气满满的楼山关 也成功成为了网友们最心疼的角色 在我们的专访里扮演楼山关的田雷 开心表示自己基本上是本色出演 因为楼山关就是他自己呀 刚接到安家这部戏的剧本的时候 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我当时觉得那这个就是我的 真心觉得 我觉得我跟楼山关明月之中 就是有这样的缘分 我当时以为我是老油条 因为我觉得我从小到大 别人都说我老 而且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演 算是比较大的角色 就连楼山关最经典的口头禅 撒也是田老师的自用口头禅 这样单纯无公害的楼山关 真的是满满的惊奇感啊 我毕业到现在 我经常对自己来说没有问题 我经常对自己说OK 撒 行 像傻小子一样 所以楼山关的那个口头禅 他特别经常说一句就是撒 这个是您自己设计的吗 对这个我小学的时候就爱说撒 我当时演楼山关的时候 我就想把他演成15岁15岁的我 在最近的剧集中顶着压力 拿下人生第一单的楼山关 接下来是不是就能一帆风顺了呢 对此田老师赌家剧透 楼山关接下来的难关可能就更大了 楼山关跟姚太太开的第一单很激情 让人觉得非常的可笑把这个单开了 楼山关后面还要继续努力的开单 但是后面可就不是可笑了 是可哭 可恨 想知道楼山关又会遭遇什么坎坷 那就今晚十点继续在腾讯视频锁定安家吧